大家好 我是Paner 白雲蛋 紅包 歡迎收看 近來搞什麼 我的每週個人遊戲紀錄 來到2015年第3個星期 都未講完Steam購買的遊戲 就先買了新遊戲 那怎麼辦呢? 你怎麼可以玩得那麼多遊戲呢? 怎樣都好 今個星期第一要講的是 《Magic 15》 九為了的《Magic The Gathering》遊戲 其實之前《Magic 14》我玩了很多 甚至拍攝影片 教學等等 雖然效果不太好 但為什麼《Magic 15》我一直都沒有提及過呢? 其實因為我一直都沒有買這遊戲 其實我之前玩的PC版的所謂《Magic》 其實都只是《Deuce of the Planeswalkers》 一個簡化模式來的 其實原本那隻 稱之為《Paper Magic》 即是一個實體的卡片 或者是《Online》版的《Magic The Gathering》 完整的版本 相比《Deuce of the Planeswalkers》 這個模式會有更多卡的選擇 以及可以完全自由地組裝 但所有的卡片都要 用真錢去買《Booster Pack》 然後拆開來看看 會不會得到你想要的卡 所以絕對是一個賭錢落海的玩法 其實《Magic 15》就介乎《Deuce of the Planeswalkers》 以及正宗的《Paper Magic》之間 卡圖 即是總共有的卡的數量是比較少的 但你也真的有自由建設 你可以完全喜歡自己點砌自己的地盤 但你玩這遊戲就已經可以得到大部分的《Unlocked》 就不用全部都每次用錢來買《Booster Pack》 但也有一些特別珍貴的卡 是需要額外加錢買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儲齊些卡 除了買了基本的遊戲之外 都要花點錢 所以由這個原因 我一直都沒有買《Magic 15》 但在Steam售期間 朋友就送了《15》給我 所以我都開始玩了 首先一定要說 就是跟很多玩家一樣 我在這遊戲中有一個很大的技術問題 就是去到《Menu》會自己彈出《Window》 解決的唯一方法 就是要不就拔掉《Lens》 然後用《Off-night mode》來玩 或者像我那樣 就找了一個方法 設定《Firewall》 然後讓它《Block Magic》 讓它上不到網 但這樣做會影響 你不可以在《In-Game》的商店 買到一些《Booster》 我身邊有一個朋友 有這個問題 有一個朋友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不肯定是否每個人都會有這個問題 但可以肯定是有機會的 加上這個發行商 對於他們的遊戲的發行商 向來都沒有什麼Bug fix 所以真的買這個遊戲 有一定的危機 其實說回這遊戲 依然是《Magic》 玩法沒有改變 唯一說你贏了之後 就不是開啟一張卡 是會得到一個《Booster Pack》 不知道會開啟什麼卡 這方面是會令人興奮的 但一開始 你的《Deck》就比較弱 你自己那套卡 開啟出來的卡 也不知是否適合你用 但你面對的敵人 都是有主題 有相當性能 就是互相配搭 有特別的功能 很多時候 這樣的組合的《Deck》 所以都頗難打 所以有時候 贏得出 我覺得都比較運氣 要你抽卡都抽得順順 或者抽到你 整套《Deck》 唯一一兩個殺雀 可以用來贏到人的 特別厲害的卡 或者特別厲害的《Combo》 所以有時候都會玩到頗氣 很幸運 這遊戲中的《Unlock》 就不會像真實的《Paper Magic》 會重複的 即是不會出現的情況 就是你買了很多的《Booster Pack》 或者抽了很多次的《Booster Pack》 結果抽來抽去都是你不適用 或者很沒用的卡 所以玩一下玩一下 你一定會儲得齊的卡 但真的體會過 你抽《Booster Pack》 有機會抽出來整套卡 但你都沒有一張可以加到你《Deck》的情況 就更加令我肯定 我不會去玩實體版的《Magic》 要這樣扔這麼多錢 這麼多時間 去儲卡 第二隻說 又是在Steam Sale期間買了的《Mount of Friends》 終於試了這遊戲 《Magic》是別人送給我 《Mount of Friends》就是我送給別人 在Steam Sale期間介紹過 這隻《旋轉河B仔》的競賽遊戲 其實玩法就很簡單 2至4個玩家 雖然你一個人都可以自己和自己練習 但基本上 2至4個玩家 輪流控制這些人 躲得越躲越高 高於對手 或者橫向發展的模式 躲得遠於對手 延伸出去 接著用WASD 或者用手掣 用4個Face Button 再控制你要動手手腳腳 哪一個肢體 然後再用Bose 或者Analog Stick 把手或腳踏 正如畫面所見 其實有一定難度 都要花一點時間熟習 這個操作 學習過程挺有趣 而且看著自己的朋友也好 時間夠之前緊張起來 然後躺好手忙腳亂 都包補是一個好笑的過程 而且不要看他每次都好像是 就是這樣爬上去 好像很簡單 怎樣好好地操作到那些手手腳腳 或者最重要是在一個時間緊迫的情況下 保持冷靜 都可以研究一下 可以鍛鍊一下 其實我和朋友一起玩了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的確挺過癮的 可惜這遊戲基本上只有一個技巧 而且遊戲模式或者地圖上的變化比較少 所以除非你有心鑽研到很高技巧 和人很認真地去對戰 不然都很快看完遊戲的內容 我覺得比較適合一班人開派對的時候玩 或者不是Gamer都可以簡單上手 因為都對的 這遊戲原本來自Xbox Live Arcade 移植過來的 現在好像沒有了Xbox Live Arcade 總之是Xbox移植過來的 加上可以輪流地 就算是PC版都可以輪流地 用同一個手掣去玩 就算是異學 又可以讓你修改自己的角色的樣子 甚至可以掃描一個PNG的樣子 然後放進去 你可以把自己的樣子做進去 如果你喜歡的話 所以它絕對適合一班人玩 或者甚至在派對的時候 搞過小型的比賽 大家笑一下也不錯 我希望這遊戲會支援MOD 讓別人可以製作更多遊戲模式 或者加多一些Random的元素 讓你每次玩這遊戲 都要看情形 去應對 去改變戰術 改變操作 會令遊戲模式每次玩的感覺都很接近 剛才說過 又買了新遊戲 就是接下來要講的Double Dragon Trilogy 都不是一隻新遊戲 還是三隻新遊戲 因為這個Trilogy 其實是一隻收錄了三隻雙節龍的配件 年輕的觀眾可能就不太熟悉 雙節龍系列其實在八、九十年代 也有好玩的橫拳族格鬥遊戲 其中相似和二代是我最喜歡的紅白機遊戲之一 可惜這隻Trilogy 收錄的其實就不是紅白機的版本 而是街機的版本 跟家庭機那個其實有些分別 在影片中看到的其實是第一代 當然啦 論畫質、論音效各樣東西 都沒有現在的新遊戲那麼美倫美換 但你說操作和移植的穩定性 我覺得都OK的 暫時不覺得有什麼大問題 但我沒有試過跟別人 無論是Local還是Online 都沒有試過跟別人玩 所以連線方面會不會有問題 我就不知道 他就說支持Online一起玩 其實這些橫拳族格鬥遊戲 跟街機一樣 現在都適量了很多 現在實在是買少見少 特別在PC上就更加少這類型的遊戲 所以玩這隻這麼舊的格鬥遊戲 又有什麼感覺呢? 第一就是覺得有挑戰性 未必叫做難玩 但會令你覺得你要留心 要學習自己不同的攻擊有什麼特性 然後又要留意敵人的攻擊模式 其實對上一次在PC上玩這些格鬥遊戲 就是一隻叫Sacred Citadel的遊戲 由於那隻遊戲超級容易 自己的攻擊 雖然是比這些舊遊戲來得華麗 但敵人又蠢 又經常都不太出手 導致作為玩家力 都好像不需要怎麼用腦 不需要怎麼學習 不需要進步 就很隨便都過關 所以有時候遊戲太容易 我覺得輕則令人覺得很容易覺得悶 嚴重的話就令人覺得沒有克服困難 遇強越強那種成功感 亦都會令人沒有興趣玩下去 當然啦 其實玩這隻這麼舊的遊戲 主要都是為了懷舊一下 又不是很想很認真 一定要玩完它 不過提醒了我 其實我是挺喜歡這類型的橫捲族格鬥遊戲 其實一年前左右 出了一隻叫Double Dragon Neon的遊戲 一隻重新演繹過的雙智龍 我跟朋友玩過 也在近來搞什麼也提過 那隻遊戲其實不錯的 不過 網路上有些技術上的問題 玩到一半就斷線斷線 所以玩不到下去 或者呢 有些時間的時候 我可以再回去試試那隻遊戲 今個星期最後要說 我在Steam銷售之前 另一些銷售已經買了的 Wolfenstein The New Order 我終於有時間試這隻 我期待了很久 等減價等了很久 然後買了又沒有玩 這樣的遊戲 其實Wolfenstein的系列 我就不熟悉的 甚至你說3D Shooter的秘組 那隻Wolfenstein 3D 我都沒有認真玩過 我想我接觸過一兩次 當我認真去接觸第一身射擊的時候 已經在玩Doom了 所以我們只知道 Wolfenstein系列的故事背景 就是二次大戰打納粹德軍 所以中文譯名就變成暗殺希特拉 在這隻The New Order 就不跟屬實背景 所以你入遊戲不久 就已經會看到德軍 擁有一些很新型 好像一隻隱形戰機那樣的戰鬥機 和一些真的在用二次大戰年代的戰鬥機 的盟軍去打 之後還有一些機械狗 機械士兵 軍犬 也有經過改裝 生化人 所以德軍擁有一個很強的高科技 的軍隊 所以盟軍在這個故事裡 就不夠打 我未認真去閱讀這個遊戲的故事資料 但以我所知 你的主角和他的軍團 或者稱之為 有一個目標 就是要殺一個敵人的很高級的將領 或者甚至是人家的統領 而這個主角和這個統領 也應該是有交過手 是相識的 但在故事第一章 你的任務已經失敗了 之後第二章 已經說你受傷癱瘓了六年之後的事 當然了 情節我不透露了 但很肯定 你和這個將軍有血胎深仇 而故事應該會說你如何企圖去剷除他 雖然我只是玩了 供應是最平凡的Chapter 1 因為這部分 還是比較接近史實 但我已經面對過之前提及 有些機械狗 改造人 遊戲系統方面 也已經試過 如何相持 這個 左右手掌 一支機關槍 也有些潛行暗殺的系統 有得扔飛刀 也有試過在垂直的牆 爬上去 游繩地上去 來戰鬥 也有試過一個簡單的 小遊戲也好 或者有這樣的功能 還有一個小小的Boss Fight 可以看到這遊戲的內容應該也有很多變化 而說回射擊系統方面 有些槍可以轉換單發和連發的模式 手槍方面也可以裝滅星器 甚至有一個Cover System可以找掩護 雖然這個系統比較麻煩 因為你要按一個按鍵 然後再推方向 才可以在掩護上 開槍射 這樣就不太方便 但是暫時我不靠這個Cover System 跟人搏火的時候 小心點找掩護 然後找角度 走出去 掩掩射去射人 暫時還可以 所以 我想戰鬥方面 就算你不用這個系統 也未必是太大問題 其實這遊戲除了有一個很紮實的射擊系統之外 令它打入了很多2014年十大遊戲排行榜的原因 文說就是一個令人很意外地好的故事 我只是玩了Chapter 1 基本上只是設定了一個故事背景 我也未知故事發展會怎樣 所以未必可以說到太多 但可以肯定的故事也蠻血腥蠻暴力的 因為我已經見識過敵人的大奸角 他向我展示過的手段有多殘暴 而我們的主角也不是善男信女 所以這個復仇之路相信也會很火爆 好了 今個禮拜分享到這裡為止 每個禮拜度過 依然還有很多舊遊戲未完成 想玩下去 也有很多新遊戲未試 有這麼多可以吸引我的遊戲 就不是值得投訴的一件事 只是希望可以再多一點時間 但多一點時間有誰不想 唯有盡量善用大家自己手上的時間 好了 我是Pandar 粉彈 紅貓 謝謝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拜拜 互相者 我們自己會怎麼做 夥似的 非常令人 啦 我們自己會隨時